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禅真是人红食非多 近日出席高徒直播间 因为一直在吃零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据悉高徒是一个读书教育的直播平台 邀请全红禅 陈玉希等奥运健儿去直播间做客 海外奥运健儿们准备了零食小吃 相当于一个茶话会的模式 然后全红禅就开启了干饭模式 一直吃到停不下来 如果大家都在吃 全红禅的举止倒不算突出 可主持人和陈玉希等奥运健儿并没有行动 这就显得全红禅特别瞩目了 她全身心专注地吃干果 吃西瓜 随意地好像在自家客厅 一旁的陈玉希最开始还是两眼放空 对此习以为常 之后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工作人员也很贴心 看到全红禅这么喜欢吃 于是又准备了一大盘果盘 让一旁的奥运健儿惊讶的目瞪口袋 看看直播的环境 身后全是书籍 不难猜出这是一次学习交流会 全红禅交流的不多 却吃个不停 自然被一些网友审判了 有网友质问是不是07年的猪都特别馋 还有人认为全红禅应该适当控制一下 节目结束后可以尽情地吃 言下之意也觉得全红禅在直播间 吃个不停不太礼貌 就连全红禅的粉丝都表示 这样的行为有些过分 应该要注意形象了 在一个画面中 主持人送给全红禅很多书 全红禅表面在听 实际上在包坚果 硬生生把直播变成了吃播 粉丝认为这样确实有些过头了 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懂的 当然有更多人站在全红禅这边 认为他只是做了很多人 不好意思做的事情 无拘无束 真实不做作的性格 其实更加讨喜 还有很多人认为 全红禅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一直吃东西 还能躲避主持人的提问 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不得不说 全红禅的流量实在太大了 他回家 老家被围得水泄不通 如今来到高途直播间 又把高途送上热搜 简直是水沾水火的节奏 只是大火也意味着大的争议 就好比这次被质疑不礼貌 全红禅本人疑似也接受到了 9月25日凌晨 全红禅是爱出在飞机上 和婴儿互动的照片 配文没事的没事的 疑似回应网友的质疑 有网友称 那些吐槽全红禅 在直播间吃零食 不注意形象的人 其实已经在现实生活中 为了别人的眼光 伪装得很累了 全红禅的真实 随性自然 接地气 才是大家值得学习的 每个人都应该像全红禅那样 开心快乐 做真实的自己 全红禅是奥运冠军 但也是一位17岁的普通女孩 希望大家不要对她太苛刻 也不要过分捧杀她 莫让舆论压垮这位17岁的女孩 让她继续勇敢地去追梦吧